過去臺灣男主最年輕的隊長 目前效力於中國甲級足球聯賽 青島青春島足球俱樂部的陳柏良 同時輾轉已經征戰球場十多個年頭 但去年賽季表現已久亮眼 初賽十五場留下四次進球的成績 更獲得了第九輪南京賽區 最佳球員的肯定 讓今年要滿三十五歲的陳柏良 依舊受到不少球隊青睞 而來到了生涯末期 臺灣隊長陳柏良 也接受到不少球隊 所以這也是我考量的一個範圍 經濟體育是非常的現實 如果你的身體狀態達不到的話 那就是代表你需要浪位的時候 對 那今年就是我今年滿三十五歲 這是我當初離開臺灣 給自己設定的一個目標 就是我最少踢到三十五歲 而來到了生涯末期 臺灣隊長陳柏良也將部分心力 投注在場外公益事業 和民船大學足球隊合作 推出足球公益信託陳柏良基金 獎助計畫 作為臺灣豬攤代表性的球員之一 陳柏良將自身影響力帶到了球場之外 幫助那些跟他一樣深愛著足球運動的年輕球員們 並為國內足球發展盡一份心力 國內地球隊採訪報導